洪瑞珍的创始店在彰化北斗 洪家有七个兄弟是排行老五创立这个品牌 而兄弟们也说好各自开店 而且不开放加盟 甚至坚持传子不传女 因此在台湾20家的店 通通都是家族成员 还拓展到了韩国开了320家 而眼看商机这么大 家族女成员才会打着洪瑞珍的招牌 来到香港插旗 这小小的三明治杨明海内外 但你知道吗 洪瑞珍其实没有这个人 而且招牌上要有正宗两个字 才是真正洪家人开的店 洪水店不是人的名字 是商店的这个名称 总有出品的 可能是经过他们家族 最大的这个名号 洪瑞珍的创始店在彰化北斗镇 当地里长都知道洪家有七兄弟 排行老五的洪一山 在1947年创立 原本的瑞珍商店前身是果子店 后来冠上姓氏 才正式定名为洪瑞珍丙店 这个香港那个是本来在台湾打官司 可能打一打又到香港去开吧 因为那是家出去的理由 开店也都是男生理由 对 所以我那一家是女生 第一代创始了洪一山去立下规矩 洪瑞珍不开放加盟 传子不传女 并注册正宗洪瑞珍的商标 光是台中一家店 顾客上门指定要买三明治 一次狂扫十几二十个 柜台后面两个员工现做现卖生意超好 我们老板跟他们是亲戚关系 那就是生意上各做各的 其他东西的味道也不一样 家族成员在台湾开支 三叶开了二十家店 各自经营 一天可卖出四万个三明治 后来拓展到韩国 有三百二十家店 靠中央厨房 一天能卖十四万个三明治 总店老板预计 今年八月要到香港开第一家店 目标总共要开三到五家门市 三明治我没有提供党 我寻找这个我一家狗 四十八狗狗的哥斯大在这里 洪瑞珍的原味三明治涂满美乃滋 两片蛋夾一片火腿 简单的美味 红到连超商也模仿 一堆面包店早餐店 也会卖类似的商品 大家争抢三明治商机 也难怪家族女成员 会顶着洪瑞珍的商标 在香港插旗照样卖的夯 都是新闻成友谊 王俊杰张成员 在彰化台中的采访报道 王俊杰张成员 王俊杰张成员 优优独播剧场上